大家好,我是美味消息小刘 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 家常南瓜发糕的做法 洗干净的南瓜削皮 然后全部切成薄片装盘 切好后放蒸锅上蒸熟 这回南瓜蒸好了 趁热把南瓜搅成泥 然后晾洋 南瓜凉了后 往里面加入大约500克的面粉 再根据自己的口味加白糖进去 温水碗里加入3克的酵母粉 搅拌均匀 再加入适量的温水进去 用筷子按照同一个方向不停的搅拌 里面再加入一小勺小苏打进去 这样做出来呢更松软 就这样一直搅 搅到这种程度 里面完全没有面疙瘩为止 然后用保鲜膜封住 发酵两个小时左右 现在发酵好了 往电端锅底部和侧面刷层油 然后把发酵好的面糊倒进去 上面可以加些红枣或者葡萄干之类的 点珠一下 浓水入锅 大火烧开后蒸15分钟 蒸好后不要着急揭开锅盖 把盖子揭开透下气 5分钟后再出锅 好了 咱们这个南瓜发糕就做好了 做出来特别的松软 而且味道非常的不错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 请点击视频下方添加关注转发 咱们下期视频见